大家好 我是王天国 因为我们因为这个比赛都非常的焦虑 但我也没有不习惯 因为我天生就是一个忐忑人 没有比赛我也焦虑 去年我不是买了股票了吗 买完之后我就天天盯着他看 看得我这个脸就跟那个股票一样 焦虑焦虑的 我刚买完那几天 我早上六点就起来 有人说不是九点多才开盘吗 那天天跌谁睡得着啊 就有一天起来一看涨了 一股涨了四毛钱 我赶紧就卖了 朋友们都懵了 说你这个又勤劳又质朴的这个风格 你也不像股民呢 你像农民呢 你说你赚的是卖白菜的钱 操的是卖白菜的钱 你咋不直接卖白菜去呢 那儿比这绿多了 没办法 我对未来实在是太担忧了 这可能是跟我这个过于突然的去了大城市有关 我毕业之后就直接从老家去了上海嘛 去了就懵了 那跟人家在上海上过大学的不一样 人家多少有个缓冲 我这缓都没缓直接就冲了 冲得鼻青脸肿呢 去的第一年 人家一个月给我八千 我说我的妈呀 人家说但是房租要五千 我说我的妈呀 我说怎么着 你们这儿的钱 他就这么随便给 然后就随便花呀 怎么着你们这儿的钱 他不要钱吗 我一个月挣八千 房租五千 那等于一个月就是三千呗 你猜怎么着 我在老家也是一个月三千 你这儿跟回家一模一样 都说大城市排外 我看没有啊 这明明丁至如归呀 我就想啊 那我能不能就在上海赚钱 然后回老家花呢 一查来回机票三千 我说你这是啥情况啊 我在你这儿赚的钱 不在你这儿花光 就不让走了呗 好在花光也容易嘛 这吭吃吭吃一个月 到月底就全花光了嘛 那问题虽然是月光了 但房子也不是我的呀 房子租的呀 里外里我啥也没落着 我还不是一般的月光 我是白月光 其实大城市的年轻人 很多人都是这么生活的 不过后来我那个日子是变好了啊 但心里对未来的这么担忧 却再也抹不掉了 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就形成了一个观念 就是这个钱呀 绝对不能乱花 古语有语 乱花见玉迷人养的 钱草这 这好像不是说花钱的 反正我第一次租房子的时候 几乎租了一个最小的房子 巨小 渺小 刷碗都费劲 因为我个儿又高嘛 习惯潮时候特别的低 每刷一个碗就得深深地弯下去 刷完了之后拿起来 再换下一个 后来有一次 有一个朋友来我家玩 他看到这个情景 就是我对着一个碗 一直在那儿鞠躬 他就说国仔 你可以呀 居安思危呀 你这是在练习要饭吗 后来我实在受不了了 我就买了个洗碗机 我用了三天的时间 货比26加 选了一个最便宜的 我买到了一个全新破损洗碗机 全新说的是它不是二手的 它没有被人使用过 破损 是说它运输的过程当中 受到了一些严重的磕碰 就都给它磕扭曲了 你就感觉这个洗碗机 它桀骜不驯的 好好的溜面体 它不当了 它立志要当一个12面体 就那个造型特别前卫 你看着那个洗碗机 你都想骂他 你说你小子 是不是没在社会上混过 不然你怎么 怎么有这么多棱角 我在比价的那几天呢 我甚至还看了 好多的直播间 那每一个都跟我说 他们那是全网最低价 真应该给他们看看 我买到的这个洗碗机 看看什么才叫全网最低 我就纳闷了 就这种好产品 为啥没有人大力推广呢 那现在直播间一个一个的 哎呀 家人们 这款产品的价格 已经让我打下来了 价格全网最低 赶紧上车 错过就没了 你这语言 苍白无力呀 谁会行动 咱这个洗碗机 又是放在直播间里 家人们 这款产品的质量 已经让我打下来了 质量全网最低 不能再低了 再低就不能用了 价格打下来了 质量打下来了 就连洗碗机的门 都快让我打下来了 家人们 不是一家人 不打一家门 赶紧上车 但车上不要颠簸 咱这个产品呢 再颠几下 它就没了 说上海 其实我挺感谢上海的嘛 因为咱毕竟 咱是没有工作 去的人家那 在人家那找到工作了 这就比什么都强 不过我看最近 大家对我们节目的 这个评价呢 我觉得我找到这份工作呀 终于也快要保不住了 但是没关系 反正人的焦虑呢 是永远存在的 焦虑并非一无是处嘛 至少焦虑能逼着人 不断地往前走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王建国 谢谢 加油也没有用了 192票 我隔三层墙啊 我就听到了 他这个充满了幽默 又嘹亮的声音 我知道我们徐志胜 来到我们这里之前 我是效果文化 嗓门最大的人 就都说我嗓门子 大的跟驴似的 现在没人这么说了 我人生崩了 我说这也太卷了吧 怎么当驴都有人抢啊 今天聊网络嘛 我最懂网络呀 因为我原本就是一个快乐的宅男 快乐死飞宅 天天蹲在家里 上网打游戏 后来呢 就有一个网友 天天缠着我 要跟我见面 我很羞涩 但我还是去了 这是我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 跟网友见面 因为这个网友 叫李旦 他说的挺好的 哎呀 闲着也是闲着 出来喝点酒 随便玩会儿 有打那次见完面 直到现在 我们俩人一起工作了12年 弄得人家现在功成名就的 根本就没有时间打游戏 感觉甚至这辈子都有了着陆 你说这不骗人吗 说好的随便玩会儿 你怎么还对我负责了呢 工作之后 我遇到了好多人 好多好多人 很少有负责的 现实世界里的人 比网友的复杂太多了 你想在游戏里跟人相处 我们一起打过boss 那以后就是好兄弟了 在公司里跟人相处 我们一起骂过boss 回头你就跟boss举报我 这算怎么回事 而且在游戏里 你打出什么装备 那都是平分的 在工作里头 那装备的分配 它也不均匀呢 你看领导有口蜜附件 同事有两面三刀 那都是武器啊 我说那为啥 我就分了一身防装啊 你看我背了个大锅 还穿了个小鞋 同事一个一个都可精彩了 上午一块跟我骂领导 说我们公司领导一无是处 光吃饭不干活 下午他跟领导一起嗨会 他就说领导 你就辛苦了 我们公司的领导 那吃的是草 挤的都是奶 我说咱们领导吃了什么草 吃完变化这么快啊 吃的墙头草吗 所以我不想退网 我想退现实 去年我在脱口秀大会表演的 奇烂无比 事业蒸蒸日下 我想想我终于有时间打游戏了 我马上就跟我高中同班的老战友联络 我们中年人打游戏 那真的是太热闹了 哄完孩子哄媳妇 手忙脚乱的 这边在游戏里抢buff 那边在家庭里哄外腹 维持自己艰难的life 可以啊 还有个人得先把媳妇哄睡着了 他才能偷偷地打游戏 就那天刚打没多一会儿 他媳妇做了一个噩梦 醒了 那个时候我哥们就坐在电脑前 跟他媳妇的四目相对 得 一个噩梦结束了 又一个噩梦开始了 这一天天过得 一场游戏一场梦啊 后来我在叫我的兄弟们打游戏 他们更不敢来了 说那再打游戏 我媳妇都不给我做饭了 咋办 我说咋办 用心办 海天半饭酱 一勺半掉 一碗饭 咱们就这么办 他说太好了 海天半饭酱我想留下 但是你个兄弟 我能不能不要了 后来我就自己打游戏嘛 自己买装备 玩得挺高兴的 结果忽然不乐意了 忽然说建国 你都这么大碎人了 你每天在游戏里 今天买个盔甲 明天买个宝刀 有啥意思 那装备都是虚拟的 那花的都是冤枉钱 还是跟哥们炒股吧 我就去了 你还真别说 后来我的那些钱 没有一分钱是冤枉的 都死得可明白了 我现在确实不花冤枉钱了 因为我没钱了 我现在在游戏里 都买不起把趁手的刀 但是每次我打开股票APP 却都能感觉 心口上挨了一刀 手中无刀 心中有刀 整个游戏圈 说了这么多年 是兄弟就来喊我 只有忽然真的来了 我现在从头到尾 回想起这个事情 那个感觉可奇妙了 就是当初 我正要在这花钱呢 后来说 哎 等一下 说你这个钱呀 这么花出去 它多没意思 来 你给我 来 咱们把它放到股市里 来 注意看 注意看 消失了 我说 哇 小浣熊魔术师 我还问呢 我说魔术师 魔术师 这是什么神奇的小魔术呀 他说 哈 大便穷人 网络世界 都光见影啊 但是现实世界 才真的伤人 我 反正我会继续学着 在现实世界里 努力生存的 希望大家也坚强一点 谢谢大家 谢谢 大家好 我是汪天国 谢谢 谢谢 今天呢 很高兴 能来到这里被淘汰 我这个 我们组这些大哥 也太厉害了吧 什么玩儿 我是最特殊的人 我也特别喜欢 毛豆大哥 真的 他是段子非常炸 而且人特别热心肠 今天这个舞台给我吓坏了 就是因为我恐高 我每次上上下下都都特别害怕 毛豆大哥人就特好 就一直掺着我上来的 还劝我 没有事啊 我挡过饼 我不怕高 上来了之后 楼梯有点晃 没有事 我挡过船员 我不怕晃 我说大哥 你掺 我就掺 你就别唠嗑了呗 你这手一个没抓紋 我今天直接吃席了 大哥 没有事 我挡过厨子 我会做席 我真的特别喜欢这样的人 就开玩笑贼愣 因为我比他们还愣 我的情商都是破碎的 就我们这个节目的第一集 就是去年的前六强选手 隆重登场 那时候我们就 卡就坐那等着了 卡那边闪起一辆 特别特殊的光芒 我们所有人都想 前六强终于要来了 结果进来的是斯文 就所有人都很意外 但我灵光一闪扶持心灵 我一把搂住身边的程路 我说程哥你看 没想到吧 前六没来 前七来了 哇 这个男子 那个场面啊 就贼尴尬 斯文愣在那里 程哥也愣在那里 我看这不行啊 我得说点什么呀 我就说 那个童言无忌 童言无忌 你俩就拿我当个孩子吧 反正你俩以后 也不会有孩子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录像录像的录着录着录着 我就走神了 我就在想 哎呀 我这节目上我表现得这么差 以后这个节目不会再让我来了 但是因为我是走神 我就边想边把这句话说出来了 我还带着麦呢 那个场面就贼尴尬 嘉宾愣在那里 观众也愣在那里 我环顾四周 找不到一个前妻能缓解气氛 但是韩哥人特别好 他就马上打圆场 说放心吧 下次还会请你来的 大家说对不对 观众朋友们说对 这个时候 本来我只要说一句 谢谢大家 就完事了 对吧 但我没有 韩哥说下次一定请你来 我说真的吗 韩哥说真的呀 我说韩哥 那你发个毒誓吧 现在三年已经过去了 那个节目再也没有请过我 朋友们我只会做喜剧 我不会做人呢 人类太难当了 好多年前我们董事长 带着我去见客户 他觉得我是搞喜剧的 一定很会活跃气氛 我就没见过 这么不懂事的董事长 但是当时我年纪轻轻 我得到领导的赏识 很高兴 心想今天一定给他 好好活跃一下子 于是在董事长 做下钱的那一个刹那 我把他凳子撤来 当时全场气氛都炸了 我还高兴呢 我现在这喜剧手法 最好用的果然得是掉凳 结果大家乱做一团 董事长摔蒙了 躺在角落一动不动 我看看董事长 看看客户 看了看这一桌子的菜 我说别愣着了 他都这样了 咱们赶紧吃席吧 你别整一会儿 那人还热乎呢 菜凉了 那天董事长也去医院检查了 没有什么大碍 就是头也轻了 屁股也轻了 最差劲的员工 无非就是能让老板头疼 只有我能让老板两头疼 最后我还去医院看他了 我给他送了 经典超绿牛奶 我说领导喝这个吧 这个好 六克原生高蛋白 一瓶牛奶 两倍营养 一倍补前头 一倍补后头 后来我就跟人说我设恐嘛 我不出门是为了保护我自己 其实只有我知道 我是在保护你们 终究是我一个人扛下了所有 就有陌生人的局 我从来就不去 还有人劝我呢 建国你放心来吧 我这边有个朋友特别会聊天 无知者无畏啊 你这个朋友 还能用我帮个海会聊天吗 那最后呢 我也要跟韩哥 和跟我董事长都道个歉 我也跟我诚哥 和我前嫂子也道个歉 虽然你们的分开 不是因为我 但我也不应该说 你俩不会有孩子了 我也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我不应该乱说 不能再讲了 再讲出镜了 谢谢大家 谢谢 大家好 我是王建国 今天就只有我一个人 没有达到 我和张博洋 用了一年的时间才明白 高端的脱口秀 往往只需要单人的表演方式 我就真的前一阵子 大部分演员都在上海隔离 然后我也是 然后我就发现 这些脱口秀人太厉害了 就他们中的大部分人 除了说脱口秀 啥也不会 生活不能自理 却依旧坚韧不拔 他们有的生吃过茄子 有的生吃过西葫芦 小北甚至发了 这样的一条朋友圈 说请问高筋面粉能生吃吗 就他问这个问题 都甚人是吧 他那个意思好像如果是低筋的 哥们问都不问 直接就吃了是吧 吓得我呀 马上就得到朋友圈下面回复 说能生吃啊 朋友们我是这么想到啊 就我确实不知道 生吃面粉会发生什么 但只要我再观察一会儿 小北会让我知道的 没有啦 都是亲生的朋友是吧 我之后还是没忍住 告诉了他不能生吃 并且详细地告诉了他 鸽的汤的制作方法 小北就去做了 小北那个鸽的汤做的 就怎么形容呢 就没法形容啊 就黏到什么程度 朋友们趁热从锅里倒到碗里 稍微一冷却 就再也无法从碗里倒出来了 还问我呢 说果仔这能吃吗 我说那你摆出一勺来 我看看吧 他尝试了一下说 果仔 摆不出来啊 就勺子插进去之后 就无法离开这个碗了 我说你再使点劲呢 他说 碗好像离开桌子了 我说那北 咱这样吗北啊 咱就别吃了 咱留到年底 年底就能吃了吗 就春节的时候啊 贴春联肯定用得上 这就是我那两个月的困境 就我看着我的朋友们 在厨房里对自己杀人放火 我心里难受 因为哥们啥都会 光鸡蛋的做法 大分类上我就会八九种 细分出来好几十个菜 各种鸡蛋 有的朋友这样夸赞过我的厨艺 说母鸡看到了都能跟你拼命 那段日子 我天天就在想 母鸡怎么还不来跟我拼命啊 你说我光有厨艺有什么用 我很需要母鸡的命啊 但是后来我又一想 那如果真来了一个母鸡 那场面也很尴尬对吧 他来了一敲门 我说你谁呀 他说哎呀我母鸡呀 eka 重大了 culos鬼 何厨艺 真是 虚无眷 黄大了 虚无眷 挥买 珊瑾 你看李淡你变了 一种东西都拍 就我听完了 我还是不知道他是谁 开个学人的小玩笑 大伙不要见怪 那段日子我就总帮着我的朋友们 出谋划策 告诉他们怎么才能活下去 是吧 怎么做 很难的 很艰难 李淡就是最大的 四个了 谢谢各位大哥大姐 谢谢 很艰难 真的 李淡就是最大的困难户 因为你看我讲怎么生存 你给李淡 就得从头上的头给他讲起 你首先要告诉他 我们是人类 人类不能光喝酒 是吧 不吃饭 你还得给他解释 人体是需要营养 但是葡萄酒加糖 不叫葡萄糖 讲来讲去 老李都崩溃了 活着怎么这么难啊 好想有个人照顾我 我听完更崩溃了 我说你想有个人照顾你 你别离婚呢 太高了 但是 但是即便是这样 哥们还是没有呆够 我没在家呆够 因为哥们是一个天生的死宅男 宅在家里是我最大的爱好 就真的没有别的爱好 一开始防疫宣传说 大家尽量做到非必要不出门 大家能做到吗 我说我做了33年了 我平时必要也不出门啊 我只喜欢在家呆着 我讨厌门外的世界 都说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 就会打开一扇窗 真的上帝要是到我这 关上一扇门 我马上就反锁 他 他再想为我打开一扇窗 发现打不开 窗户也锁了 也没有什么多余的话说的了 就祝愿吧 祝愿一切不好的赶紧过去 以后想出门的人都能安全出门 想宅在家的人就安心在家 好吧 谢谢大家 谢谢 王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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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大家好 我是王建国 站在这里又和大家见面 心里比较开心 但是更多的是尴尬 因为这是一个突围赛 目的就是证明自己 有参加脱口秀大会的资格 我就找我们领导了 我就说我就别证明了 我都证明过多少回了 对吧 脱口秀大会第一季 我取得了第二名 第二季我还取得了第二名 这么多个荣誉 加在一起对吧 领导说对啊 加在一起就是第四名 我说那你咋不除在一起呢 除一下还是第一名呢 我其实我也不是没有江湖地位啊 毕竟我干这一行 干了也七八年了嘛 所以我就在这一季节目的海选里 那个云海选 不知道你们看没看过 哥们是导师 哥们是导师 特别了不起 真的坐在那里给各种选手 指点江山 各种点评 打分儿 然后最后挑出谁有资格参加比赛 挑完之后呢 我跟他们一起参加比赛 这不有病吗 我怎么那么喜欢给自己挑选对手 也不是打麻将缺个人 干啥 你说再说了 这不是打击人家积极性吗 这就好比什么呢 这就好比你大学刚毕业 完了你去一家公司面试 是吧 面试来面试去 你好不容易通过了面试 然后你兴高采烈地去这家公司实习 完了你发现你的面试官 再跟你一起实习 你什么心情 你是不是崩溃了 这么残酷吗 完了之后 你还得抱着一丝侥幸的心理 你就问他 前辈 你干这行时间不长吗 面试官说还行吧 干八年了 虽然我干了八年 但是我很快乐 因为我这一路走来 不忘初心 你听完是不是更崩溃了 还你一路走来 你走了吗 你不就站在原地吗 你是不忘初心 可你忘了出发呀 而且我是海选的导师啊 朋友们 我是导师 我过来了跟人家一个一个的比赛 赢了也就罢了 输了我可咋整 我怎么下台 就好比一会儿我跟人家比赛 是不是 我被人家比得 鼻青脸肿 一败土地的 人家好好在舞台上站着呢 我下去了 我咋下去 我跟你们说啥 我总不能 熊啾啾腔的下去 然后指着舞台跟你们说 看没看没 这台上的人说得好不好 多好说得厉害吧 我选的人 不是你想想 真输了 真输了 我可咋整啊 人家比赛之前 选手一个一个 对我还贼客气 是不是 一个一个 还管我叫哥呢 等比赛以后 我要是输了 人家不得问一句 王建国 你到底算是个什么哥 你说我咋说 我说我是 老脸往哪儿哥 这节目真的太难了 一步一个坎 我再跟你们说一个更难的 就是资金困难 因为本来有一个 刮胡刀的品牌 说要就是谈好了 要赞助我们 合约都要签了 那边突然返毁了 说对不起 不能赞助你们了 因为我们大领导不同意 我们赶紧就问了 说为什么不同意吗 同意吗 答应人家吗 对吧 人家说我们大领导说了 说你们脱口秀演员呢 普遍长得太丑 不符合我们品牌形象 不是 骂人也没有这么骂的 是不是 我已经丑到 连胡子都不配刮了吗 那不刮不是更丑吗 你说我到底是长了 一个什么样 奇形怪状的脸 不能刮胡子 我是没长下巴吗 我这么大个下巴 你看不着 我多适合刮呀 他不是说你冷静一下 你冷静一下 你仔细想吧 建国老师 你觉得你底下留那胡子好看吗 我说这个 我说不好看呢 他说不好看 为什么还要留呢 我说因为刮了够难看 他说你看 明明是你的问题 却显得我们产品出了问题 我心想完了 中圈套了嘛 我就赶紧补救 我就说 我说你们再考虑一下 我说我们脱口救员员 也不是没有形象好的 你看那个斯文长得 就挺好看的 这回我领导急了 说刮胡刀 你提一下旁不认 你提斯文干啥呀 我说这不是想得咱幽默吗 领导说 你见过懂幽默的客户吗 我说我见过呀 蓝河面羊奶 全羊肉配合 烤羊奶 选蓝河 真的真的 我去年拍了蓝河的广告片 他们就特别幽默 我现在做梦都想再拍一次 好 时间有限的不便赘述 总而言之 这行前路踢驱要朋友们 但即便如此 我们得好好努力 力争上游 不能破罐破摔 争取都给自己整个好名次 是吧 实在整不着好名次呢 就至少去给我整个容 至少明年能多个 刮胡刀的赞助 谢谢大家 谢谢 这是深圳的奥姬啊 好 哎呀 谢谢 我看我还是听得很开心 对 因为今天好像一个谐音梗都没有 有一个 哎 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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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大意了 是吗 你大意了 你大意了 你让他这个好脸往哪开 对啊 我拍错了 可以改吗 老师不忙 答应人家吗 挺好的 就是好到了 即使有谐音梗也没事的程度 对 非常好 对 对 也没有那么好 就是谐音梗滑过去 我老师跟我一样 很讨厌谐音梗 就是从创作上 是比较偷懒的做法 对啊 是 因为你要说一个话题 然后发现那个话题 你就去查词典 看什么谐音 凑巧又显得有点滑稽 然后说行了 这不叫创作 就是 对 我认同您这个观点 是是是 我一直认同您这个观点 这个的问题是 我知道就是谐音梗本身 梗本身不好笑 也不巧妙 也很难巧妙 这个东西就是平地起得 越平起得越猛 然后越胡闹越好笑 但其实也不是好笑了 就是那样一下 还有一个可能是 先用谐音梗 把自己的名声搞臭 然后随便一演 大家都觉得 其实挺好 这也是一个策 也是一个策略 也不至于那么夸张 得了 名声已经搞臭了 搞臭了 我都不知道 哎呀 能让人记住就不错了 真的 那我们恭喜国仔 获得了三个拍刀 进入近期区 我觉得今天国仔 还是赢在那个狂躁上了 是是是 并不是说是邪音梗 我喜欢的是 就讲邪音梗 这个行为 他自己讲多了 精神还是会受到折磨的 这叫什么 自作自受啊 朋友们 以后你真的 行走江湖千万小心 是要还的 去年王建国就是要死不活的 这不挺好吗 现在都跳起来了 就很精彩 我觉得 我觉得就这季就是建国夺冠了 他仅仅可以了 看见这位演员 首先 他自己没有脑子 其次 他的表演 也不会让你动用脑子 你也绝不想记住 他说的任何一个谐音梗 让我们欢迎王建国 你是不忘初行 可你忘了初八呀 有请内头排名第四名 王建国 选择你要表演的主题 我不要跟周期末一块 原本我就是想选一或者三 还一直都没想好 我不想跟周期末同台 又比不过人家 这一组我感觉 忽兰 王建国 庞博 杨丽 都是第一梯队的 我觉得我们这一组都挺强的 你要说第一的话 忽兰 我觉得忽兰 应该会拿到这场的曝光王吧 他最大的竞争对手就是建国 建国也是一个爆发力很强的人 就突然开始上劲 就很未知 我觉得第一真的未必是忽兰 因为建国的状态也很好 就最差最差也是会在 80分以上的稿子 建国的劲儿是这一组里面最大的 建国是他平常不去现现演出 但是上场还能有这样的情绪 有这样的感觉 我觉得我很佩服 闹庞 忽兰 杨丽 这都是比较强悍的对手 十个人里面 我进到前六 有一定的难度 但是不是很难 建国之前不也说了吗 就之前他就随便讲点啥就行 现在就没招了 谁都很紧张 我现在又被他们唤醒了一点斗志 这几比赛肯定非常的精彩 必须办好 一定没问题 大家好 我是王天国 大家好 你怎么知道我好啊 这一集聊这个社交相关的话题嘛 我在这个娱乐行业 也干了有些年了 又总在上海这种地方待着 所以这么多年下来 可以说各行各业 方方面面的人呢 我基本上我全部认识 因为我真的特别讨厌社交 不管是谁找我 我只要能不去 我绝对就不去 我谁都不认识 我才能活得很自在 也不是没有苦恼啊 我的苦恼就是我的亲戚们 觉得我谁都认识 我就是没好意思告诉他们 其实我连亲戚都认不全 就我有的亲戚呢 就会找我安排事 我就说我安排不了 因为我没有人脉 他们就不信嘛 聊来聊去 好多地方聊不通 首先他会觉得 我是个成功人士 就是只要比他成功 就是成功人士 那么他还会觉得 既然我是一个成功人士了 那我一定就认识好多人 不然我是靠谁成功的呢 你说他这个逻辑 就多扭曲你知道吗 就按他那个意思 就是一个成功人士 他的成功依靠的是 那个成功人士 然后那个成功人士呢 又靠第三个 他们就这样一个靠一个 就一路成功下去 就咋的 那成功人士是多米诺骨牌啊 啊 就这除了 你想如果按这个逻辑来说的话 一个成功人士背后 就有另一个 一直往前倒 那咱们顺着这个 多米诺骨牌的队列 一直倒到头 那是不是头上就有一块 第一块骨牌 这个世界上 有一个第一个成功的人 那你说这个人咋成功的 你说这块骨牌 是被谁触碰倒的 被谁触碰倒的 是被他的亲戚触碰倒的 他的亲戚跟他说 你咋还不成功呢 他是怎么弹回来的呢 就是特别生气 就是这些 经常会 给我灌输这种 什么攀关系理念的 就是我这些 要么亲戚 要么父辈的朋友 就是大叔或者大哥们 在我年轻的时候 就经常教育我嘛 就我年轻的时候 在酒桌上聊天嘛 忽然一个大哥两眼放光 说建国 这个事我可以跟你好好聊聊 毕竟我是个过来人 不是为啥 你就非得跟我聊聊 你过来人多点啥 也不是我让你过来的 就满嘴什么 这一路走来 经历了许多 有多么不容易 可不是不容易吗 从饭桌那边 你这一路走来 你经历了 鱼香肉丝 火爆腰花 水煮了片 两碗米饭 才到我的身边来的嘛 你看这屋里 人挤着人 菜挨着菜 桌旁的小道 那么的窄 真不愧是过来人 这都能过来 太急了顶上来了 过来之后 就拉着我的手 人生观点 一顿是我 一顿输出 说的都什么玩儿 什么 三等的资源是学历 二等的资源是能力 一等的资源是人脉 十个日 说完之后 说完之后 没有获得任何的 瑞斯麦克的 什么值得可尊重的 他就说什么 别人都是依靠别人 都要依靠别人 结果十年以后 你过来依靠我来了 整了半天 这话是对你自己说的 就特别生气 我真的最烦那种 硬盘关系的 听到此处 可能有的朋友 就反应过来 就说 王建国 你不是胡扯吗 你看你认识李淡 你跟李淡的关系 那么好 他又比你红那么多 你这不就是 盘关系吗 不是大哥 那可是我是我俩 我和李淡 就是从我俩上大学的时候 开始 我俩的关系 就已经是 现在这样了 只不过是 他后来红了 给了人这种感觉 那这个事总不能怪我吧 又不是我把他给捧红的 不是天地良性的朋友们 我俩这么好的朋友 我总不能因为他红了 我就把他扔了吧 他又做错了什么呢 他也是个人 他也有烦恼 他要是没了我 他就只剩钱了 那怎么行呢 人生没有挫折 他怎么成长啊 我俩的关系 好到啥程度呢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 就是有一次呀 就是他跟他媳妇 闹离婚就是我穿的 当然 后来两个人和好如初 也是我极力劝回来的 我就是如此的高尚 我自己惹的事 自己评 不给别人添麻烦 就是我听有的人说过呢 说你看这王建国 有李旦的帮忙 还混成今天这个德行 我澄清一下 我没有靠李旦的帮忙 我是全靠自己 脚踏实地 一步不如一步走到今天的 说点我们公司 工作内部的事 你看就这三十个选手的稿子 我和陈璐都一起 帮人家修改过 因为我俩是总编剧 然后我俩这么干了 也有三四年了 经常就是别人的稿子 都挑完了 我俩经常就自己 没有时间写 到最后好多机会 也就因此错误了 所以你看 你看我靠李旦 什么了 我靠的是陈璐 不是那个 我的意思是 工作是我自己选的 我再累是不是 那也是我活该 我不委屈 可是在这种情况下 你说我靠李旦 那我就实在是太委屈了 攀关系这种事 我就觉得 如果你带着强烈的企图心 跟人家保持联系 那人家就会跟你保持距离的 是吧 俗话说得好 所以大家要多说俗话 不是那个 我不跟你胡闹了 就因为我最后一句 就说完了 我认为就是 第一等的资源 是能力 第二等 第三等的资源 就还是能力 不会是其他的 什么别的网 谢谢大家 看得应该跳回起来的 好 我们喜欢 王建国的观众朋友 不要忘记为他投票 通道关闭 还有三秒钟 三 二 一 请锁票 我心梗啊 忘带了 人真来得匆忙 天天有一种不知道在听什么的感觉 就觉得很好笑 是 我还有一个多年的疑问 因为我看你们节目有年头了 就你为什么 甚至刚才你一直说很热的时候 还穿着这么厚重的 因为我就是唯一能让我身材能看的方法 你是不是又胖了 胖了就最近胖了十几二十斤了 对不对 热呀 能不热吗 你胖过吗 老热了 聊会儿啊 我 谢谢你啊 好说 我没拍的原因就是他这个内容啊 牵涉当事人 导致我这个利益相关 不拍是对的 对吧 不拍是对的 我该怎么办呢 你说是拍也不是拍也不是 不拍是对的 我这是说嘎嘎说 不靠李大 他啪拍了 你这叫什么玩意儿 对不对 那也太喜剧了 对不对 不靠李大 还行 看你靠不靠 我犹豫了一下 我以为最后还会再往上翻一下 翻不太动了 确实就是能力极限了 上岁数了 确实是 确实会被那个总编剧的工作影响 但其实讲这个玩意儿挺没那意思的 就是有点像打那个苦情牌似的 但确实也没牌可打的嘛 那我又喜欢打牌呢 有什么牌我就打成牌 你这还挺动的 张杰杰拍得挺早 你是一直都挺喜欢他是吗 对 今天没带协音感 对不起 而且今天这段确实也 也觉得能回事 确实我也知道 挺好的 挺好的 谢谢 我很喜欢他那种讲得很满 你就一直听 就但是不知道在说什么的感觉 对 现在想想确实不知道 但是挺下饭的 挺下饭的 你喜欢看着他下饭 听着 听着呢 对 你经常听他下饭吗 那你觉得他是什么风格 你叫我说什么风格 我还是说不上来他什么风格 他就一通说 而且他其实说得挺满的 不会那种停很长时间 或者干嘛干嘛的 他讲完也不等人笑 我怕等不来嘛 我觉得他还是想说点什么的 就我一直挺喜欢 王建国的内容的 就是从很早 各个节目里都是 就我觉得他一直是想用 在你浮华的外表下 你还是想表达一些 深刻的东西 谢谢天真姐 是这回事 但是想表达的 是因为能力所见 可能没表达出来 看你怎么定义能力 对 因为你看说是时间短 但就肯定是有人 就能在特别短的时间内 写得最好 但我只是能在特别短的时间内 写出来 这就是跟这个比 还是能力所见嘛 最高规格 自己还是知道是啥样的 我多了不起啊 我啥不知道 打鼓琴牌真的笑到 瞅瞅多少分吧 你别 这个到了这个时刻呢 残酷的环节就要来了 大家注意到 安全区那边已经不是很安全了 那我是不是要站在这个 有一个人的座位下 已经发出了红光 因为在开始就说过了 只有六个人可以留在那里 所以从第七位 王建国上场之后 就要设计淘汰了 所以我们要有请Jump 回到舞台中央来 从这个选手开始 我们的真正赛制的残酷 就体现出来了 Jump刚刚得到了52票 国仔得到了三位影校员的拍灯 我们还不清楚他的观众投票情况 太有悬念了 别放弃 别放弃 还是有悬念的 还是有悬念的 对不对 让我们来看一下 王建国最终的得票情况 因为我前半段是凭 后半段应用各种方式 带起了情绪 但凭我后半段那个表现 我是觉得应该是八九不离十 会比张普得的票数高 很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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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那麻烦张普来到舞台中央 跟我们说几句 不紧张地说几句 也还好 我觉得没啥遗憾 因为也不是都是自己问题吧 太紧张了有点 有点遗憾 就是没有在他面前 表现好 其实我还蛮好笑的真的 是吗 我在现在蛮好笑的 我会关注你的 好像他是 对 我希望明年吧 明年再来吧 还好 对 没什么 不要加油 换下 对 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在线下支持我们 谢谢各位 谢谢 拜拜 谢谢张普 再见 再见 谢谢张普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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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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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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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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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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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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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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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中文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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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